路加福音第一章,有许多人提笔作书,按次叙述说在我们中间所确实深信的是,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提阿非罗大人,这一切是我既从起头都全然得知了,就定义要按这次续写给你,是你知道你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 当犹太王西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他们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赵祭司的规矩所欠,他进了,主殿的时候要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由主的天使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他,就惊慌害怕,天使却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事,也必喜乐。 他在,主眼前将要味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他从母妇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灵语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 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圣魔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凤叉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指示你。 看啊,你必要吧,不能说话,直到这些是成就的日子,以你不信我的话,就是到了时候必然应验的。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差异他许久在殿里。 即使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献了一项,因为他直向他们示意,竟说不出话。 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自己家去了。 那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五个月,说,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家百列凤,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处女那里,是以惊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处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你这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玛利亚看见天使,就因他这话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甚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因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看啊,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卫大,称谓,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卫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那时,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与男人交合,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因毙你,因此你那所要生的圣者也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看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她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谓不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不能的事。 玛利亚说,看啊,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在那些日子,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婴孩就在她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她便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看啊,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婴孩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所告诉她的话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位大,我灵意,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看啊,从今以后,世世代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她赶散了。 她叫有能力的施味,叫卑贱的身高。 她叫饥饿的的宝美食,她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以色列,未纪念她的怜悯。 正如她从前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和她后裔所说的话,直到永远。 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她就生了一个儿子。 她的邻里亲族,听见主怎样向她大事怜悯,他们就和她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天,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他们照她父亲的名字叫她撒加利亚。 她母亲回答说,不可,倒要叫她约翰。 他们对她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父亲打手势,问她要怎样叫这孩子。 她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她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力拾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赞美,神。 居住他们周围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将是怎样的孩子。 主的手也与她同在。 她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她眷顾救赎她的百姓,在她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 正如她借着从创世以来,她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要向我们列祖所应许的施怜悯,纪念她的圣约, 就是她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她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坦然无惧地侍奉她, 在她面前凭着圣洁,公义,叫我们终身服侍她。 孩子啊,你要称谓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她的道路, 叫她的百姓因罪的事,就知道救恩, 借着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了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荒漠, 直到他显明于以色列的日子, 《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 叫普世人民都要上睡。 这是距离扭坐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第一次行征税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都上睡去。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魏的城,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为加息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上睡,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妻到了, 他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把他用不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容不下他们。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不料, 有,主的天使临到他们,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因为看啊,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众民的。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抱住布, 卧在马槽里, 所给你们做的记号, 必是这样。 忽然, 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 神, 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 神, 在地上平安, 喜悦归于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现在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 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 他们既看见这事, 就把天使告诉他们, 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这话的, 就诧异牧羊之人, 告诉他们的那些事。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所告诉他们的, 就归荣耀语, 神, 赞美他。 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行割礼, 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满了他洁净的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往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献于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 凡头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用一对斑鸠, 或用两只除割献祭。 恰巧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 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肠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直到自己见似已先,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要给他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抱起他在壁中, 称颂, 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是放你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众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约瑟和他母亲因论到耶稣的那些事, 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看啊, 这孩子贝利,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又有女先知, 名叫亚拿, 是亚舍之派法内力的女儿。 她年纪已经老迈, 从做处女出嫁的时候, 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 她寡居约有八十四年, 并不离开圣殿, 到进食祷告, 昼夜侍奉, 神。 正当那时, 她照常进前来称谢, 主, 将孩子的事对一切在耶路撒冷盼望的救赎的人讲说。 约瑟和玛利亚赵, 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时, 就回家历历, 到自己的城达撒勒去了。 孩子渐渐长大, 灵性强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她身上。 每年到逾越节, 她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她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耶路撒冷去。 手满了节期, 他们回去了,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 约瑟和她的母亲并不知道。 他们却以为她曾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他们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她。 他们既找不着, 又转向耶路撒冷去找她。 过了三天, 他们就遇见她在殿里, 坐在教室中间, 一面听他们, 一面问他们。 凡听见她的, 都稀奇她的聪明和她的应对。 他们看见就很稀奇。 她母亲对她说, 我, 而, 魏慎魔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怎么找我呢? 你们岂不知, 我必须以我, 付的是未念吗? 他对他们所说的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却把这一切话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路加福音第三章, 凯撒提必留在位第十五年, 本丢比拉多座, 犹太巡抚, 西律座加利利分封的王, 他兄弟腓利座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 吕撒涅座亚比利尼分封的王, 亚纳和该亚法座大祭司, 神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儿子, 在旷野的约翰, 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悔改的尽力, 使罪的赦,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你们当预备煮得到修指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都要献神的救恩, 约翰就对那出来要受他禁的众人说, 毒蛇的族类了, 谁曾警戒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 所以, 你们要结出迂回改相称的果子来, 事后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兴起自孙来, 现在斧子也已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百姓问他说, 这样我们当做圣魔呢, 约翰回答他们说, 有两件衣服的就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 又有税吏来要受贱, 对他说, 夫子我们当做圣魔呢, 约翰对他们说, 除了给你们立定的树木不要夺取, 丁丁也是这样问他说, 我们当做圣魔呢, 约翰对他们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诬告人, 自己有钱粮, 旧党知足, 百姓在指望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约翰是, 基督不是, 约翰回答对众人说, 我诚然是用水给你们施进, 但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 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进, 他手里拿着波及, 要搏进他的场, 把麦子收在他的仓, 至于康比, 他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讲, 只是分封的王希律, 因他兄弟腓力之妻西罗底的缘故, 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 又另外添了一切, 就是把约翰收在尖里, 众百姓都受了剑, 耶稣也受了剑,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旁腐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你是我的爱, 我喜悦你,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斯利的儿子, 以斯利是拿该的儿子, 拿该是玛亚的儿子, 玛亚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 利撒是索罗巴伯的儿子, 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 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迪的儿子, 亚迪是戈桑的儿子, 戈桑是以摩当的儿子, 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而是约西的儿子, 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以利亚静的儿子, 以利亚静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麦南的儿子, 麦南是玛达他的儿子, 玛达他是拿丹的儿子,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是耶稀的儿子, 耶稀是俄贝德的儿子, 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 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 亚兰是西斯伦的儿子, 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 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塔拉是拿赫的儿子, 拿赫是西路的儿子, 西路是拉乌的儿子, 拉乌是法勒的儿子, 法勒是西伯的儿子, 西伯是沙拉的儿子, 沙拉是该男的儿子, 该男是亚伐萨的儿子, 亚伐萨是闪的儿子, 闪是挪亚的儿子, 挪亚是拉麦的儿子, 拉麦是马土撒拉的儿子, 马土撒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亚列的儿子, 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 马勒列是该男的儿子, 该男是以诺式的儿子, 以诺式是瑟特的儿子,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并将他引到旷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在那些日子, 耶稣没有吃肾魔, 日子已毙, 后来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他说, 经上记住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煞石剑把世上的列国都指给他看, 魔鬼对他说, 这一切权柄, 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那原事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敬拜我, 必都归于你, 耶稣回答对他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罢, 因为经上记住说, 当敬拜, 主你的神, 单要是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使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他要为你嘱咐他的天使保护你, 他们就必用手扶着你, 免得你的脚肾磨石后碰着石头, 耶稣回答对他说, 经上说, 你不可试探, 主你的神, 魔鬼用尽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他们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把书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 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他拆遣我一好伤心的人, 传扬被掳的得拯救,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传扬主悦纳人的喜念, 耶稣于是把书卷起来, 又交给执事, 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就对他们说, 今天这圣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给他做见证, 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他们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 医生, 你医治自己吧, 我们听见, 你在加摆农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你家乡里,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只是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壁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却没有凤差, 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凤差往西顿的撒勒法城, 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 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的捷径的,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 都怒气满胸, 就起来赶他出城, 带他到山崖, 就是他们的城所造之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兼职行过去, 就下到加摆农, 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 在安息日教训众人, 他们很稀奇他的道理, 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污秽鬼魔的灵附着大声喊叫, 说, 由着我们吧, 你这拿撒勒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圣魔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你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那鬼魔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 就从他出来, 并没有害他。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怎样的道理, 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灵, 乌灵救出来。 于是, 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个地方, 耶稣出了会堂, 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岳母, 害热病甚重, 他们为他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 斥责那热病, 热就退离他了。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论害肾磨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 医好他们。 又有鬼魔从许多人身上出来, 喊着说, 你是基督神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 天亮的时候, 耶稣离开, 走到旷野地方, 百姓去找他, 到了他那里, 把他留住, 不要他离开他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国, 因我凤差原事为此。 于是,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路加福音》第五章, 当百姓拥挤耶稣, 要听神的道, 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站着, 现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耶稣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百姓。 他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你们的网打鱼。 西门回答他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圣摩,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他们的网都裂开了。 他们便示意 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 彼得看见这事,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西门的伙伴, 西碧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 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将他们的传播了案, 就撇起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有一回, 耶稣在一个城里, 遇现有人满身, 尝了大麻风, 那人看见耶稣, 就脸浮在地, 求他说, 主啊, 你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耶稣嘱咐他, 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 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赵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但耶稣的名声, 越发传扬出去,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道, 也指望他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祷告。 有一天, 耶稣正教训人的时候, 有法利塞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 和犹太病耶路撒冷来的, 有主的能力同在, 医治病人。 忽然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 想法子要抬进去, 放在耶稣面前。 他们基因人多, 寻不出法子抬他进去, 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把他连踏坠到当中, 正在耶稣面前。 耶稣献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你这个人, 你的罪饶恕了。 文士和法利塞人就议论说, 这说健忘化的是谁? 除了神以外, 谁能恕罪呢? 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回答他们说, 你们心里议论的是甚魔呢? 或说你的罪饶恕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那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恕罪的权柄, 他对摊子说, 我对你说, 起来, 拿你的踏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 回自己家去, 归荣耀语, 神。 众人都惊奇, 也归荣耀语, 神, 并且满心惧怕, 说, 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这些事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睡吏, 名叫利未, 坐在睡棺上, 耶稣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掩席, 又有一大帮睡吏和别人与他们同坐。 他们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却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睡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住。 我来本不是照一人悔改, 乃是照罪人悔改。 他们对他说, 约翰的门徒屡次近视祈祷, 法利塞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这是未慎魔呢。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你们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从他们中间被取去, 在那些日子, 他们就要进食了。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中的一块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新的撕破了, 所取出来的那块新的合旧的也不相衬。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便露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两样就都保全了。 也没有人喝了沉酒, 又立刻想喝新的, 他总说沉得更好, 路加福音第六章, 到了第一个安息日后的第二个安息日, 耶稣从脉的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脉碎,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魔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经常记住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你们起连这个也没有念过, 他怎么进了, 神的殿拿成舍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就是除了祭祀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的饼呢。 耶稣又对他们说,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哭前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他们好的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哭前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站着。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有一件事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那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对那人说, 你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付了缘和那只手一样。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当那些日子, 耶稣出去,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 神。 到了天亮, 耶稣叫他的门徒来。 他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又称他们为使徒。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肥利和巴多罗满, 马太和多玛,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和激进党的西门, 雅各的兄弟犹大, 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平地上, 同站的有他的一班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乌灵缠磨的, 他们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 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他的门徒, 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 人子恨恶你们, 不容你们同群, 辱骂你们, 弃掉你们的名, 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跳跃, 因为看啊, 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戴先知也是这样,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在喜笑的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祸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戴甲先知也是这样,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 要爱你们的仇敌, 恨你们的, 要带他们好, 咒诅你们的, 要为他们祝福, 凌辱你们的, 要为他们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你的礼衣也由他拿去, 烦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甚魔可仇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甚魔可仇谢的呢, 罪人本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盼望从他收回, 有甚魔可仇谢的呢, 罪人本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你们的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打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女, 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所以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也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人要用十足的声斗, 连摇带暗, 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慎魔良气量给人, 也必用慎魔良气量给你们,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呢,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井里吗, 学生并不高过他的先生, 凡学成了的不过他先生一样, 你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有刺, 却不觉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你兄弟说, 兄弟,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伪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然后你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兄弟眼中的刺, 因为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也不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他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来, 人不是从经集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集里里摘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因为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恶, 却不遵我说的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 听见我所说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圣魔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猛然打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里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猛然一打, 随即他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路加福音第七章, 耶稣讲完了他一切的话给百姓听, 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 快要死了, 百夫长风闻耶稣, 就托由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 来医治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窃窃地求他说, 他为那人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国,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献耶稣, 对他说, 主啊, 不要劳动, 因你进我设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献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也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我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些话, 就吸气他, 转身对跟随他的百姓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那害病的仆人, 已经好了, 次日,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音, 他许多门徒, 和许多百姓与他同行, 将进城门, 现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变, 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 对他说, 不要哭, 耶稣便进前按着杠, 抬他的人就站住了,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对你说, 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 开口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 有恐惧临到众人, 他们归容要语, 神说, 有大先知在我们中艰辛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世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约翰便叫了他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耶稣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摩,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 说, 失禁的约翰, 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灵附着的, 他又叫许多瞎子能看见, 那时,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去, 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怎么看见, 瘸子怎么行走, 长大麻风的怎么洁净, 龙子怎么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怎么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以我为怪的, 就有福了, 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 耶稣就对百姓讲论约翰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为要看圣魔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但你们出去, 到底为要看圣魔,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艳乐度日的人正在王宫里, 只是你们出去, 究竟为要看圣魔,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住说, 看啊, 我要在你面前, 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 为你预备道路, 所说的, 就是这个人, 因为我告诉你们, 凡夫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先知大过, 师进约翰的, 然而, 神的国力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顺利, 既受过约翰的劲, 听见他的话, 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约翰的劲, 竟厌弃, 神的美意, 自害招损, 主又说, 这样, 我可用肾魔, 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肾魔呢, 他们好像孩童, 坐在街市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哀痛, 你们不啼哭, 因为师进的约翰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便说, 他是被鬼魔附着的, 人子来, 也吃也喝, 你们说, 看啊, 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的儿女, 都以智慧为食,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用餐,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作席, 恰巧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直到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作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浴盒,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眼泪便洗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钱,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他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因他是个罪人, 耶稣回答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可偿还, 债主就宽然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现在你告诉我, 这两个人那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看是纳多的饶恕的人, 耶稣对他说, 你断的没错, 于是耶稣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 用她的头发擦前,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饶恕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饶恕少的, 她的爱就少, 她就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饶恕了, 与她同袭的人就心里说, 这是圣魔人, 也饶恕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路加福音》第八章, 后来耶稣周游各成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好信息, 有十二个门徒和她同去, 还有被恶灵所赋,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那种有称谓摩达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魔从她身上赶出来, 又有西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 并苏撒拿和许多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 当许多人聚集, 又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她的种, 她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种被踹下, 天上的飞鸟又把种吃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 一发苗就枯浅了, 因它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上的发起苗来, 结果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他的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现,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听道的人,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这等人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极致遇见试探就到退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艳乐挤住了, 便接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唯有落在好土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果, 没有人点烛, 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置在烛台上, 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 因为隐瞒的是, 没有不显出来的, 掩藏的是, 没有不传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当下,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献你, 耶稣回答对他们说, 听了, 神之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有一天, 耶稣和他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 他们行船的时候, 耶稣却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他们就被水锁淹,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丧命了, 耶稣就起来, 斥责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彼此说, 这是怎样的人, 他吩咐风和水, 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他们到了加大拉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了岸, 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魔附着许久的人迎面而来, 这个人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谢了耶稣, 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 说, 你这至高, 神的, 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甚魔相干, 我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乌灵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乌灵屡次抓住他, 他常被铁链和脚镣捆锁, 他竟把锁链正断被那鬼魔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甚魔, 他说, 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魔甚多, 托们就要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屋底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喂食, 托们要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魔就从那人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坡, 投在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祭献所做的事就逃跑了, 将这事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出来要看所做的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魔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又将被鬼魔附着的人, 怎么的医治告诉他们, 加达拉斯维的众人, 因为害怕得很,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又上船, 离开回去了, 鬼魔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表明神向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 向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耶稣回来的时候, 百姓欢喜接待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忽然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耶鲁, 他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约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百姓却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换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来到耶稣背后, 便摸他的一边, 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既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说, 夫子, 众人庸庸挤挤挤紧靠着你, 你还问摸我的是谁摸,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他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的好了, 荡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 放心吧, 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平平安安地去吧, 他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 对他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 夫子, 然而耶稣听见了, 就回答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痊愈,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进去, 众人都为着女儿哀哭垂胸, 耶稣却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不过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就吃笑耶稣, 耶稣把他们都赶出去, 便拉着他的手, 呼叫说, 女儿, 起来吧, 他的灵变再来,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惊奇得很, 耶稣却嘱咐他们, 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路加福音第九章, 当下, 耶稣叫起了他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魔, 医治各样的病, 他又差遣他们去传扬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他对他们说, 你们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多支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钱,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你们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出那城的时候, 要把你们脚上的尘土抖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是, 门徒就离开去了, 走遍个村庄传扬福音, 到处治病, 分封的王希律, 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他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希律说, 约翰我已经斩首了, 这却是圣魔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他就想要献他, 使徒回来, 将所做的都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的野地去, 那城名叫伯塞大, 百姓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那时, 日头快要落了, 十二个门徒便来, 对他说, 请打发众人去, 他们好往四面村庄里去借宿找吃的, 因我们这里是野地, 耶稣却对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 两条鱼, 我们若不去为这众人买食物就不够, 那时, 人数约有五千,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就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住天, 喂饼于祝福, 拨开, 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给他们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篮子,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他的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说, 百姓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是失禁的约翰, 但有好些说是以利亚的,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却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神所利的基督, 耶稣严严地嘱咐他们, 吩咐他们不可将那事告诉人, 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耶稣又对他们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倒闭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或被丢弃, 有甚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要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他的, 赋予圣天使的荣耀里, 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只是我对你们说实话, 站在这里的, 有人必不偿死位, 只等他们看见神的国, 说了这些话以后, 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 上山去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当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却打盹, 他们醒了, 就看现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离开耶稣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甚魔, 后的正说这话,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 子, 你们要听他, 声音一过, 只现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 他们隐藏那些所看现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次日, 他们下了山, 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 忽然其中有一人喊叫说, 夫子,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不料, 他被灵抓住, 就忽然喊叫, 并且灵叫他抽风, 使他口又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回答说,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 正来的时候, 那鬼魔把他摔倒, 叫他抽风, 耶稣就斥责那乌龄, 把孩子治好了, 再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诧异, 神的大能, 耶稣所做的一切是, 他们个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却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存下耳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但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 向他们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那话的意思, 门徒中间就起了议论, 谁为之大, 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意念, 就领一个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因为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必为大, 约翰回答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敏感出鬼魔,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耶稣对他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耶稣被接上升的时候僵道,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 雅各, 约翰, 看见这事,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魔, 但耶稣转过身来, 责备两个门徒, 说, 你们的灵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乃是要救人的性命, 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主,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对他说, 湖里有洞, 空中的飞鸟有窝, 只是, 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又对另一人说, 跟从我来, 只是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对他说,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 又另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对他说,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见, 神的国, 路加福音第十章, 这些是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 在他前面, 往自己想要到的各成个地方去, 所以, 耶稣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固然是多, 但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 出去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看啊, 我差你们出去, 如同绵羊膏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你们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平安之子, 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 若是不然, 就仍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队的工价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肾膜, 你们就吃肾膜,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灵进你们了, 但是,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哪城的街上去, 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一点尘土粘着我们,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 虽然如此, 你们该确知, 神的国灵进你们了, 但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那日子, 所多麻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哥拉逊啊, 你有祸了, 博赛大呀,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在推罗, 西顿行了,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时候, 推罗, 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倒容易受呢, 家摆农啊, 你已惊声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地狱,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藐视你们的, 就是藐视我, 藐视我的, 就是藐视那差我来的, 那七十个人, 又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魔也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献撒, 但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看啊, 我已经给你们全柄, 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甚魔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灵服了, 你们就欢喜, 只要因你们的铭记录在天上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稣灵里欢乐, 说, 父啊, 天地的, 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在你眼中, 这本未美,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 父教父我的, 除了, 父, 没有人知道, 子是谁, 除了, 子和, 子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 父是谁, 耶稣转身暗暗地对他的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 那眼睛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所看的那些事,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看啊,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 说, 父子, 我该做肾魔,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肾魔,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以爱, 主你的, 神, 又要爱你的邻居, 如同自己, 耶稣对他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活着, 但那人, 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邻居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 落在盗贼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服, 且伤了他, 直到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 从那条路下来, 祭司看见他, 就从一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在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那撒玛利亚人看见他, 就怜悯他, 上前用油喝酒, 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 去照应他, 第二天, 将起行的时候, 他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 对他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你所费用的, 我回来避害你, 你想, 这三个人, 现在那一个是, 落在盗贼手中的邻居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就对他说, 你去照样行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玛大, 接他到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 名叫玛利亚, 也在耶稣脚前, 坐着听他的道, 然而, 玛大伺候的士多, 心里忙乱, 就到耶稣跟前, 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在意吗? 故此,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对他说, 玛大, 玛大, 你为许多的誓思律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从他夺去的,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他门徒有个对他说, 求, 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祥林, 愿你的旨意成在地上, 如同成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饶恕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领我们陷入试探, 但就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又对他说, 你们中尖水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对他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圣膜给他摆上, 德纳,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我的孩子们也捅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他的朋友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求, 就避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若有儿子要求饼,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起给他石头呢, 躺货儿子求鱼, 起拿蛇荡鱼给他呢, 或若儿子求鸡蛋, 起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你们的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魔, 鬼魔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百姓独稀奇, 内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魔之王别西补, 赶出鬼魔,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但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逼败落, 若撒旦也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补赶出鬼魔, 我若靠着别西补赶出鬼魔, 你们的子弟赶出他们,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以神的指头赶出鬼魔, 这就是神的国邻到你们了。 壮士披挂, 看守自己公宅, 他所有的便平安无事,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进他所倚靠的盔甲, 又分了他的脏。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乌灵离了人身, 就在干旱之地行来行去, 寻求安歇之处, 寄寻不住, 他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他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乌灵便去, 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 他们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幕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你的胎和不你的乳有福了。 但耶稣说,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百姓聚集成群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 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妮妮威人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着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级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妮妮威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妮妮威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没有人点竹放在隐秘处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竹台上, 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 眼睛就是身上的光。 故此, 你的眼睛若专一, 你全身就全然光明。 你眼睛若有灾病, 你全身就全然黑暗。 所以, 物要谨慎, 好叫你里头的光毫无黑暗。 所以, 若是你全身全然光明, 毫无黑暗, 全身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烛的明光照亮你。 他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塞人请耶稣同他用餐, 耶稣就进去作息。 这法利塞人看见耶稣餐前不洗手, 便诧异。 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塞人洗净杯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却满了残暴和邪恶。 你们无知的人啊, 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你们有的施舍给人, 看啊, 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 但是,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并各样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 神的是反倒不行了。 这些是你们当行的, 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在结石上闻你们的安。 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塞人, 伪善的人, 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是不绝的。 那时, 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夫子, 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羞辱了。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男单的担子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 证明你们祖宗所做的事, 你们果然喜欢, 因为他们实在杀了先知, 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 所以, 神的智慧又说, 我要拆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迫。 时创世以来所流中先知的血, 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弹河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位置。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有祸, 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 你们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向他们说这些话之间,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地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话柄, 意思是要控告他,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这时, 有无数的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 就是伪善。 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也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 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 你们在内侍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肾魔的, 不要怕他们。 只是我要先警戒你们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 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吗? 然而, 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竖过了。 所以,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天使面前也必认他, 唯独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在神的天使面前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 人子的还可得饶恕, 唯独亵渎, 圣灵的总不得饶恕。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观场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圣谋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告诉我的兄长, 叫他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对他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或给你们做分家业的呢? 于是耶稣对众人说, 乌要谨慎, 防备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 自己心理思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他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 我好收藏我一切的出产和财物。 然后我要对我的元魂说, 元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你只管安安意意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你这无知的人啊, 这也必要你的元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彩,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肾膜, 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肾膜。 生命甚于饮食, 身体甚于衣服。 你想乌鸦, 乌鸦本不重也不收, 又没有仓又没有库, 神上且养活佗们。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那一个能用思虑使身量多加一种呢? 这最小的是,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肾膜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们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吉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若是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装饰, 何况装饰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肾膜, 或喝肾膜, 也不要挂心, 这些都是世上列国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神的国, 这些东西都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富乐义, 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口袋, 用不尽的财宝在诸天, 就是贼不能见,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你们腰间要树上带, 你们的光也要燃着, 你们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宴上回来, 他来到, 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自己树上带, 叫他们做席, 进前伺候他们, 若是他第二更来, 或是第三更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 贼圣魔时候要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头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那时, 彼得对他说, 主啊, 你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中心有智慧的管家, 他主人派他管理主人家里的人, 按时分量给他们呢, 他的主人来道,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但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不分望他的日子, 不知不觉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把他腰斩, 又要定他和不信的人同罪, 那仆人知道, 他主人的意思, 自己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一丝行, 必多受则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犯了荡寿则打的事, 必少受则打, 因为多给谁, 就想谁多取, 多脱谁, 就想谁多要, 我来要把火降在地上, 倘若已惊着起来, 这是我何其愿意的呢, 但我有荡寿的近海, 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百姓说, 你们一看渐云彩自西边起, 就说, 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你们看现起了南风, 就说, 将要炎热, 也就有了, 你们这些伪善之人,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慎魔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当趁你还在路上, 勿要尽力地脱离他,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将你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尖里, 我告诉你, 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 你不可离开那里去,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当那时候, 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魂砸在他们祭物中的时, 告诉耶稣,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等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他又用这比喻说, 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他就对修理他葡萄园的说, 看啊, 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他砍下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员的回答他说, 主啊, 今年且留住, 等我周围绝开土, 加上粪, 他若结果子便罢, 若不然, 以后你再把他砍下, 安息日, 耶稣在众会堂的一个教训人, 恰巧有一个女人, 被疾病的灵妇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支不起来, 耶稣看见他, 便叫过他来, 对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 他用两只手按着他, 他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容药语, 神, 广汇堂的, 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地回答, 对百姓说, 有六日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却不可, 主回答他说, 你这伪善的人, 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草上的牛, 驴, 千去饮吗, 况且, 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 那时, 耶稣说了这些话, 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百姓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耶稣就说, 神的国好像圣魔, 我拿圣魔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重, 有人拿去, 撒在自己园子里, 长成大树, 天上的飞鸟, 塑在他的枝子间, 耶稣又说, 我拿圣魔来比, 神的国呢, 好比面教,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才站在外面叩门, 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你们说,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 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就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何众先知都在, 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出去,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将有人来, 在神的国里作息, 看啊, 有在后的, 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将要在后, 当日, 有几个法利塞人来对耶稣说, 你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西律要杀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看啊, 今天, 明天我赶出鬼魔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要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行走,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缝, 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鸵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你们说, 凤, 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时候来到,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塞人的首领家, 在家里去吃饼, 他们就窥探他, 恰巧在他面前, 有一个换水骨的人, 耶稣应律法师和法利塞人说, 安息日治病, 可以不可以, 他们并不言语, 耶稣就治好那人, 叫他走了, 便回答他们说, 你们中尖水有驴或有牛, 在安息日掉在坑里, 不利时拉驼出来呢, 他们不能对答他这些话, 耶稣县所请的克简泽首位, 就出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言, 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那请你的人和他前来, 对你说, 让坐给这一个吧, 你就羞羞残残地退到末位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 倒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 你在同习的人面前就得尊崇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位卑, 谦卑自己的必升位高, 那时,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餐或晚餐,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和你富足的邻居,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习,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不能报答你,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住报答, 与他同习的, 有一人听见这些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的国里吃饼的有福了, 耶稣就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筵席, 请了许多客, 到了坐席的时候, 打发他的仆人, 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就一口同音的推辞, 第一个对他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这样,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些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他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来, 仆人说, 主啊, 照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还有空坐,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习,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 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那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够该成不够呢, 恐怕, 他安了地基以后, 不能成功, 看见这事的人都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完功,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梁,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里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何兮的条款, 照样, 你们无论圣魔人, 若不撇弃一切所有的, 他不能做我的门徒, 言本是好的, 言若失了位, 可用圣魔叫他再闲呢, 或用在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众税力和罪人, 脸都挨紧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一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用餐, 耶稣就用这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圣魔人有一百只羊, 若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他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他回到家里, 就请他的朋友邻居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因为我失去的羊, 我已经找着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 欢喜更大, 或是圣魔妇人有十块银子, 若失落一块, 不点上竹, 打扫屋子, 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呢? 他找着了, 就请他的朋友邻居来, 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因为我失落的那块钱, 我已经找着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天使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他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 在那里任意放纵, 浪费财物, 他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便遇着那地大遭饥荒, 他就穷哭起来, 他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 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芽充鸡,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磨,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在你面前有罪, 从今以后,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一个故宫吧, 他便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只是他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线, 就连续爱惜,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在你眼前有罪, 从今以后, 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对他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毒牵来咱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做乐跳舞的声音, 他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世甚魔缘故, 仆人对他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的他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毒宰了,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因此出来劝他, 他回答他父亲说, 看啊,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位他宰了肥牛毒,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 他有一个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 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把你所尽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就心里说, 我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圣魔, 出地呢, 我不能淘气呢, 我怕羞,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他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地叫了来, 问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账, 快坐下, 写五十, 他于是再对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担麦子,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 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因为金氏的儿女, 在他们世代, 较比光明的儿女,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马门, 结交朋友, 到了你们衰败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住处里去, 人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马门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是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 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 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是奉, 神又是奉马门,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也听见这一切话, 他们就吃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纳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看重的, 是神看位可憎恶的, 自律法和先知指导约翰, 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 叫比律法的一点一话落空还容易, 凡修妻另娶的就是范奸尹, 凡娶她丈夫所修的也是范奸尹,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乞讨的, 名叫拉撒路,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浑身生疮,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鸡,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乞讨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地狱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他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间蘸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宴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却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佛, 拉撒路也受过苦, 但如今他得安慰, 你到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与我们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财主就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对他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不是的, 倘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对他说, 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也是不听劝,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就对门徒说, 半岛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半岛人的有祸了, 就是把摩石附在这人的景象上, 丢在海里, 还胜过他把这小字里的一个半岛了,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兄弟得罪你, 就责备他, 他若懊悔, 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一天七次回转, 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使徒对, 主说, 求主家增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向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他也必听从你们, 然而,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 或是放牛, 从田里回来, 就快快对他说, 你去坐下用餐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餐,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然后你才可以吃喝吗, 那仆人照所吩咐地去坐, 主人还谢谢他摩, 我想不是, 你们也是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你们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 荷加利利, 他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他们高声说, 耶稣, 夫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他们,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祀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 就洁净了, 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语, 神又脸浮在耶稣脚前, 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回答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却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语, 神的, 耶稣就对那人说, 起来, 你走吧, 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法利塞人问耶稣, 问神的国基石来到, 耶稣回答他们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啊, 在这里, 看啊, 在那里, 因为看啊, 神的国就在你们里面, 他又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你们巴不得看见, 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不得看见, 人将要对你们说, 看这里, 或是看那里, 你们不要随从他们去, 也不要跟随他们, 因为闪电怎样从天这边一闪, 执照到天那边, 人子在他的日子, 也必这样, 只是, 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 娶妻嫁配,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然而, 当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 当那日,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保全生命, 我告诉你们,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人在田里, 要娶去一个, 撇下一个, 门徒回答耶稣说, 主啊, 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身体在哪里, 应必聚在那里,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耶稣向他们设了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说, 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她到她那里, 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她多日不准, 后来, 她心里却说, 我虽不惧怕, 神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烦扰我, 我就给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来缠磨我, 主说, 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 神属自己的选民, 昼夜呼求她, 她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久给他们申冤吗? 我告诉你们, 她要快快地给他们申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设着比喻, 说, 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站住, 自言自语地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 奸引, 也不向这个税吏,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都捐赏十分之一, 那税吏远远地站住,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胃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未卑, 自己谦卑的必生未高, 又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但耶稣的门徒看线,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 夫子, 我该做慎魔事,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慎魔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小德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这些话, 就说, 你还取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耶稣看见他甚忧愁, 就说, 有钱财的人进, 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真的眼, 比赛主见, 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是, 在神却能, 彼得就说, 看啊, 我们已经批下一切跟从你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披下房屋, 或是父母, 弟兄, 妻子, 儿女, 没有在今时不得百倍, 在来时不得永生的, 耶稣于是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一切关乎, 人子的事都要成就,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恶待他, 向他吐唾沫, 他们要鞭打他, 治死他, 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些是门徒一样, 也不懂得, 这话乃是向他们隐藏的, 他们也不晓得所说的事, 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淘起, 听见许多人经过, 他就问是甚魔缘故, 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的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魏的子孙耶稣啊, 求你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魏的子孙, 求你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他到了跟前, 耶稣就问他, 说, 你要我为你做圣魔,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语, 神, 众百姓看见这事, 也赞美, 神,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进了耶利哥, 在哪地方经过, 恰巧有一个人名叫撒该, 坐税立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 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见, 他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看见他, 便对他说,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竟到罪人家里去做客, 撒该站住对, 主说, 主啊, 请看,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乌榨了谁, 就害他四倍, 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以为, 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去说, 他就说, 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他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叫给他们十棒银子, 对他们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着他去, 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 他继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些领钱的仆人来, 要知道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 第一个就上来, 说, 主啊, 你的一磅银子已经赚了十磅, 主人对他说, 好, 你这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全饼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 说, 主啊, 你的一磅银子已经赚了五磅, 主人照样对他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磅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尖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你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你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 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 我还要拿, 没有种下的, 我还要收, 这样,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钱交给银行, 好叫我来的时候, 连本代曆都可以要回来呢, 他就对旁边站住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磅来, 给那有十磅的, 他们对他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磅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伐齐和伯大尼, 他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他两个门徒, 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你们必看见, 一匹驴居附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 把驼牵来, 若有人问你们, 你们为甚摩解驼, 你们就对他如此说, 这是因主要用驼,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向他们所说的, 他们解驴居的时候, 主人对他们说, 你们解驴居做圣魔, 他们说, 主要用驼, 他们牵驴到耶稣那里, 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耶稣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耶稣将进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 就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 神说, 奉, 主明来的, 王室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父子,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立时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成就为他哀哭, 说, 巴不得你在你这日子, 好歹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避住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把你和你里头的儿女扫灭在地, 连一块石头他们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进了殿, 动手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乃是祷告的殿, 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首领, 却想要杀他, 但他们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 在那些日子, 有一天, 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 并常老到他那里,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 你仗着圣魔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件事, 你们且回答我, 约翰的禁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 这样你们为甚魔不信他呢? 但我们若说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他们回答, 说他们道不出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圣魔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就设着比喻, 对百姓说, 有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往远方许久,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凌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他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葡萄园主就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看见他, 便尊敬他, 不料, 圆户看见他, 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来吧, 我们杀他是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 杀了,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他们听见, 就说, 这是神断乎不许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住, 将人所弃的石头, 成为防脚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要吊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头要吊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祭司长和文士看出, 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他们于是窥探耶稣, 打发间西装做好人, 要在他的画上的把柄, 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 奸细就问耶稣说, 夫子, 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 也不看圣魔人的情面, 乃是层层实实传神的道, 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 但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圣魔试探我, 拿一个钱来给我看, 这项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回答说, 是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 在这话上的不住把柄, 他们又稀奇他的应对, 就闭口无言了, 那时, 有几个咋都该人不认有复活的事, 他们来问耶稣, 说, 夫子, 摩西邪语我们说, 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他哥哥生子利后, 这样, 有弟兄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也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第三个都娶过他, 直到第七个也是如此, 他们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末后妇人也死了, 这样, 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那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这世界的人有娶有价, 唯有算未配的那世界, 与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儿女, 就为神的儿女,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经集中称, 主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就只是明白了, 神源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因为在他面前, 人都是活的, 就有几个文士回答说, 夫子,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慎魔,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魏的子孙呢, 诗篇上大魏自己说, 耶和华对我, 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大魏继称他魏, 主, 他怎么又是大魏的子孙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叶而行, 喜爱人在金事上问他们安,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沿袭上的首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咒诅, 《路加福音》第21章,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把君相投在库里, 他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 耶稣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献与神的捐相里,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有人谈论圣殿是怎样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他们问他说, 夫子, 只是圣魔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些事要到的时候有圣魔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又说时候尽了, 你们就不要跟从他们, 然而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然先有, 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当,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多处大大震动, 并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间里, 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官长面前, 这事也转避作为你们的见证, 所以, 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思想当怎样分诉,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 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拨不倒, 挡不住的, 连你们的父母, 弟兄, 亲族, 朋友也要把你们出卖,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也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 你们长存忍耐, 就必保全原魂, 您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 那时, 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史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但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 因为将有大灾难在这地, 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刃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时日满了, 日, 月, 星辰要显出异照, 地上的邦国也困苦扰乱, 洋海波浪也都喷轰, 人因惊苦, 又因看见那将要临到地上的事, 心都丧胆, 阴天事必要震动,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一有这些事, 您就当举目昂首, 因为你们的熟的日子尽了,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 您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他们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现自然小的夏天尽了, 这样, 您看见这些是成就, 也该小的神的果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是待海, 没有过去, 这一切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你们要谨慎, 恐怕在肾魔时候, 因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累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不知不觉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 要如同网罗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所以, 你们要警醒, 常常祈求, 使你们可算配的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耶稣日间在殿里教训人, 他夜间出城在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住宿, 钟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 为要听他讲道, 路加福音第22章, 除教节, 又名于月节, 尽了, 祭司长和文士, 想法子, 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旦入了那称谓伽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病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卖给他们, 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钱,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 卖耶稣给他们, 除教节, 必须在逾越阳高的那一天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 约翰, 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对他们说, 看啊, 你们进了城, 必有一人拿着一瓶水迎接你们,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你们要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对你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我门徒, 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 耶稣作席, 十二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 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筵席, 直到这筵席成就在神的果里, 耶稣拿起杯来, 感谢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我必不喝从葡萄所出的, 只等神的果来到, 他又拿起饼来, 感谢了, 就拨开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晚餐后, 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只是看啊, 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 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那卖, 人子的人有祸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那一个要做这事, 门徒也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最大, 耶稣说, 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那掌全管他们的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最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坐席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坐席的大吗, 然而, 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试探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 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 西门,西门, 看啊, 撒旦想要的这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转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就是捅你下奸, 捅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你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肾磨, 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 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协助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仍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 我的事必然成中,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对他们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他的门徒也跟随他, 他到了那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他便离开他们, 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个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他的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 祷告完了, 他就起来, 到他的门徒那里, 献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你们入了迷惑, 他还说话之间, 忽然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 就近耶稣, 要与他亲嘴, 但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卖, 人子吗, 左右的人间光景不好, 就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 那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洗了一把, 削掉了他的诱饵, 耶稣回答说, 到了这个地步, 你们由他们吧, 他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那时, 耶稣对那些到他那里来的祭司厂, 和守殿官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 如同拿到贼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 那时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 他们就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大厅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但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旁, 就注目看他, 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不承认他, 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挡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吉利地说, 这人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是伽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神魔, 他正说话之间, 历时机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的话, 他是怎样对他说,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 打他, 他们又蒙着他的眼, 打他的脸, 问他说, 说一言吧, 打你的是谁,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 亵渎他, 天一亮, 民间的众场老年祭司常代, 文士都聚会, 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 说, 你是基督不是, 你告诉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再问你们, 你们必不回答我, 也不容我去,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 于是他们都说, 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了, 他们说, 何必再用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那里, 他们就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 禁止纳税给凯撒, 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他说, 是你说的, 那时, 比拉多对祭司长和百姓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甚魔错来, 他们就越发暴烈地说, 他煽祸百姓, 在犹太遍地教训人, 从加利利起, 直到这里了, 比拉多一听见加利利, 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不是, 他一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 那时西律也在耶路撒冷, 西律既看见耶稣, 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许多的事, 久已想要献他, 他又盼望看他行好些神迹, 西律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向他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地告他, 西律和他的兵丁就倾起耶稣, 戏弄他, 给他穿上华丽外袍, 把他再送到比拉多那里去, 那一天, 西律和比拉多就成了朋友, 他们从前原室彼此有仇, 那时, 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长病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诱惑百姓的, 看啊, 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他肾魔错来,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因我差遣你们去献西律, 也见他没有做过肾魔盖死的事, 故此, 我要责打他, 把他是放了, 每逢这节期, 巡抚必须是放一个囚犯给他们, 众人就都立誓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 是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 下在监里的,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有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盯他十字架, 盯他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肾魔呢, 他做了肾魔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肾魔该死的罪来, 所以, 我要责打他, 把他是放了, 他们立时大声喊叫,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和祭司长的声音就得了圣, 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比拉多把他们所求的那座乱杀人, 下在监里的给他们是放了, 他却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一丝行, 他们带耶稣去的时候, 抓住一个古利奈人, 名叫西门, 从乡下来的,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有一大帮百姓跟随耶稣, 那中有好些妇女, 他们为他浩跳痛哭, 但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不要为我哭, 道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看啊, 日子要到, 人必说不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这些事, 他们寄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前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独楼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饶恕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冰丁就分他的衣服, 并且致迁,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长也和他们吃笑他, 说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就自己吧, 冰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就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 用希腊, 拉丁和希伯来的文字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笑他, 说, 你若是基督, 可以就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却应声责备他, 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 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 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对耶稣说, 主啊, 你进入你国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十约有五正, 电地都黑暗了, 直到深处, 日头变黑了, 电里的慢子从当中列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 他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常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语, 神, 说, 这真是各一人, 聚集观看的众百姓, 献了这所成的事, 都垂着胸, 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 和从家立立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 谁知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谓, 他并没有服从, 他是犹太中亚历马太城里的人, 他又是等侯, 神国的, 这人去献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他取下来, 用戏麻布国好, 就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家立立和耶稣同来的妇女, 也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路加福音第24章, 7日的第一天清早,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有几个人和他们同来, 他们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十分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魔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乃是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是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一切人, 那告诉使徒的, 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的话, 他们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他们, 彼得就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他间隙麻不毒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名叫以马伍斯, 离耶路撒冷, 约有六十福龙,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他们彼此相谈议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脸上带着愁容, 彼此谈论的是甚魔事呢,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他说, 难道你在耶路撒冷只是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对他们说, 甚魔事呢, 他们对他说, 就是拿撒勒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交出定的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信靠,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些是成就, 至今已经三天了, 我们中间又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他们不见他的身体, 就来, 说他们也看见天使的意象, 说他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他们没有看见他,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 基督受这等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圣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他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他们将进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 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落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跟他们做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谢了, 剥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他来, 耶稣便从他们眼前不现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起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现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剥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数说了一遍, 他们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一位所看现的是灵,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甚魔仇烦, 你们为甚魔心里起一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灵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耶稣说了这话, 就把自己的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的不敢信, 并且吸气,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甚魔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和一块秘房,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反指着我的话都必然应验, 于是, 耶稣开他们的悟性,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当如此受害, 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 悔改,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看啊, 我要将我, 付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只是你们, 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争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敬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藏在殿里, 赞美, 称颂神, 阿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